超越演算法, 進修世界大事 15分鐘播音新聞 2024年10月3日星期四 現在由劉啟源及 AI 女主播為大家報道 15分鐘亞洲新聞 這一節的新聞重點有 中國重返新興市場主導地位 MSCI權重激增 橋水創辦人達里奧讚文指 中國將要進入不惜代價去刺激經濟時 印度收緊衍生產品交易規則 影壓至散戶投機熱 日本新首相石破茂世賢要擺脫日本的通縮困境 將會推出新經濟刺激方案 玉爾池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說法受到質疑 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陷入困境 超過30萬人為港觀賞國慶煙化 港區無人機表演停飛 羅湖區域表演正常 詳細的亞洲新聞內容 中國重返新興市場主導地位 MSCI權重激增 彭博早前報道指 根據數據顯示 在今年9月底 中國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權重回升到27.8% 是自2023年11月以來最高 重返第一位 報道中提到 中國市場的權重增加主要是因為在今年9月18日以來 中國在美國聯儲局批准全球進行貨幣寬鬆政策的時候 推出了大規模的刺激措施 導致中國國內股票市場出現近3萬2千億美元的反彈 令中國重新追過印度、台灣以及南韓等等的其他新興市場競爭對手 報道中有分析提到 中國股票市場在去年因為資金流出加劇 和表現不佳的情況下 中國的投資吸引力大大下降 全球的資金管理者開始減少對中國的投資 由摩登士丹尼到匯豐銀行再到八達資本 越來越多的資金管理者都對中國經濟存疑 只有一小部分的投資者堅持對中國感到樂觀 認為中國會有更大的刺激措施去振興中國的經濟 分析中有提到 中國再次跡新新興市場的領先地位 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國內股票推動所引致 裏面另外有提到 CSI300指數在自美國減息以來已經飆升了27個百分點 是自2022年6月以來最大的升幅 而這個升勢令中國在上個月超越其他的新興市場 但是報道其後又警告部分的投資者 對中國的增長不要過於樂觀 因為分析認為今次的反彈是出現在股值和相對表現較低的基數上 強調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在新興市場表現落後4年 在今年的9月中 美國聯儲局進行貨幣寬鬆政策之前更加創下了歷史的新低 他提醒投資者即使中國的經濟最近有反彈的趨勢 而事實上都只是修復了過去一成六的落後水平 還有很大的追匯空間 橋水創辦人達里奧賺文指 中國將要進入不惜代價刺激經濟的時刻 橋水創辦人達里奧早前在社交平台上賺文指 中國最近推出大規模的刺激市場措施 他認為有關動作將會成為中國在世界經濟轉捩點 他提醒中國的領導層要有能力交出給承諾更多的行動 中國股票在國慶假期前夕出現自2008年以來最大的反彈 其後達里奧就在他個人社交平賺文指 中國政府早前推出包括減息和准許經紀勸商 使用中央銀行資金買股票的政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承諾會穩定受壓的房地產行業 他將習近平有關的行動和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2012年 歐洲出現債務危機的時候 承諾會不惜一切保護歐元的說話做比較 他又指當時德拉吉最後能夠幫助歐洲經濟去出困境 達里奧又形容有關的承諾和反彈是值得寫入市場經濟歷史書之中 又強調只要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做必要的事 比他宣佈更多的承認來得更好更多 達里奧又指他經常訪問中國和高層領導會面 他了解到中國經濟正面對著房屋市場泡沫爆破 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上升危機 他又在民中建議中國政府要一邊雙重組壞債 同時又要創造更多的資金以減少債務負擔 以減低通脹危機 他又提醒過度通脹會令到市場投資情緒變得刺熱 現金會變得不及其他資產吸引 最終可能會導致現金流不足的問題 他最後又預測中國未來會出現一系列非常刺激性的政策 去維持市場上大部分的資產價格 但他又認為除此之外 還要留意中國在應對國內債務、貨幣和經濟挑戰的處理手法 印度收緊衍生產品交易規則 引壓止散戶投機業 彭博早前有報導指 印度資本市場監管機構已經提高了衍生產品交易的門檻 相關部門指 目的是要冷靜來自當地數以百萬計的年輕零售投資者 他們對高風險產品和短期投資的次情緒 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在當地時間星期二 實施了一系列的嚴格措施 當中包括將指數衍生品的最低合約規模提高近三倍 已達到至少150萬奧比 而在11月開始 每個交易所中可以交易的每星期選擇權合約數量 更加只會減少只有一個 委員會指 有關的行動是因為監管機構和印度財政部的反覆 發出關於衍生品市場風險警告 他們指 投資者可以利用選擇權去加槓桿 借取多於存款金額的貨 但同時損失都將會被放大 報導中提到 在近年 隨著印度成為全球增長最快大型的經濟體 印度國內的股票市場上升急速 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 將積蓄全部投放在國內的股票市場以及衍生產品中 形容是一種賭博 而根據委員會最近公布的一項研究數字顯示 印度市場有少於十分之一的期貨和選擇權交易者 是能夠獲利 委員會最後又提到 今次這一系列的打擊措施 是要冷卻印度國內投資市場的零售交易狂潮 日本新首相石破茂誓然擺脫通縮困境 將推出新經濟刺激方案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東京時間星期二 舉行他上任以來首個新聞發布會 他在發布會上表示 將會盡全力為日本擺脫通縮困境 他又呼籲日本銀行要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 石破茂強調 他將會與日本銀行緊密合作 密切留意情況 以確保貨幣寬鬆的趨勢得以維持 他又表示這時 不會就具體貨幣政策措施發表任何評論 他強調有關政策措施 是屬於中央銀行決策範疇 另外石破茂又宣布 短時間內將會推出一系列的新經濟刺激方案 以減輕物價上升對市民所帶來的壓力 當中包括向低收入家庭發放補助金 他其後形容日本經濟正處於擺脫通縮的邊緣 華爾街日報引述分析指石破茂有關說法 反映到新政府將經濟復甦作為首要任務 而日本長期以來都受到通縮困擾 不單止令經濟難以增長 還對企業投資和消費者支出有負面影響 另外分析又引述部分經濟學家警告 在通脹壓力上升的背景下 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很可能帶來風險 他們呼籲政府在刺激經濟的同時 亦要關注財政健康和長期結構性改革 沃爾茨就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說法備受質疑 分析指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將會陷入困境 最近有多篇的報導指出 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艷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茨 早前聲稱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時候 期間身處香港 而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有關的內容失實有誤導之嫌 美聯社就有分析報導指 有關的題目很容易會成為共和黨攻擊的焦點 CNN早前播出一條 沃爾茨在2019年的時候所接受的一段訪問 他在訪問中提到自己 在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 當下正身處於香港 而但是 當記者翻查公開資料顯示 六四事件發生當日 他根本沒有離開過美國 而明尼蘇達公共廣播電台也有報導指 在2014年的時候出席一次聽證會上提到 他當時正身處於香港 而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玉爾茨當時其實正身處於內部拉斯加州 而根據紀錄更加顯示 他在1989年8月才去到香港和中國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指 玉爾茨過去聲稱自己去過中國超過30次 但是他的競選團隊只是公開表示 玉爾茨去過中國的實際數字只有接近15次 而在聽證會上 玉爾茨作證的時候又說到 他在1989年的5月去過香港 當時他打算去廣東省的佛山高中 強調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和幾名友人當時正身處於香港 而明尼蘇達公共廣播電台就指出 根據資料顯示 當時只有25歲的玉爾茨 在1989年的5月 仍然身處於美國的內部拉斯加州 他是透過哈佛大學的一個小型非牟利機構安排 在同年的8月前往中國及香港 另外報道又引述新聞機構所提供的一張報紙照片 該照片是在1989年的5月16日所拍攝 當時玉爾茨正在國民警衛隊的軍艦庫裡工作 超過30萬人為港觀賞國慶煙花 港區無人機表演停飛 羅湖區域表演正常 國慶煙花會演在香港時間 10月1日9點05分於維港上空進行會演 過程持續大約23分鐘 超過30萬市民和遊客到維港兩岸觀賞 而在當局在會演前大約10分鐘公佈 只因為維港上空出現電離層閃力 令無人機難以準確接收衛星定位訊號 所以取消無人機環節 活動外判顧問 無人機總會主席楊景賞 在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表示 主辦方分別在當日的旁晚6點和7點各有一次彩排 以進行邊框測試 他強調當時一切正常,訊號穩定 但去到8點05分的時候 監測系統突然發現訊號嚴重跳動 工作人員即刻按機制逐一檢查 排除附近有直播車或勞動機站等儀器干擾 團隊其後發現 訊號受到天文現象電離層閃力嚴重干擾 達到超強程度,嘗試轉用不同頻譜都不成功 最後基於安全理由建議取消表演 而香港周邊地區的無人機表演 亦一切正常 羅湖的無人機表演在晚上9點10分開始 農華區域的無人機表演 就由9點25分開始 大棚區域的無人機表演 亦在9點35分開始 這一節的堅尼地球城同盟15分鐘 亞洲新聞播放完畢,我是劉啟源,得得指教 在全球在地化的浪潮中 世界日新月異信息萬變 國際視野和國際觀成為現代人的必修貨 想了解更多的國際關係知識 就立即訂閱堅尼地球沈玉輝Patreon 收看每日更新的知識內容 每日的精彩內容包括 國際關係深度平,國際香港字文章 沈玉輝博士的《我的香港回憶》 除原家說文章 以及Simon會客室 都是癡人說夢,因為基本上泥巴亂 他們的空軍 都只不過是因為大約十年八年之前 美國贈送過一批叫羅船長的飛機給他們 那時候叫超級大嘴尿 都有少許國家會拿來當空軍的飛機使用 菲律賓、巴西都有 以及大師班的會員獨家穿屬影片 我一直都知道香港應該會沉淪 而可能要等幾十年才有民主化過一天 但是在2019年未做學生運動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過流亡、被捕 這些受到滋擾這些事是我自己想發生 其他的會員獨家福利包括 會員直播網聚、堅尼地鋪、堅尼地學院課程的折扣 以及免費獲得端傳媒、魚水桂刊 以及英文報刊的會籍等等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提高國際視野至關重要 立即訂閱堅尼地球、沈玉輝Patreon 掌握全球動態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